大家好,我是 Billy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三個我最喜歡拍照的香港地點 我平時會帶著 Sony Alpha 相機周界影 而在手上這部Xperia 1 Mark II 就是我的2nd鏡頭 拍攝當下的時刻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我很喜歡用上面的紀錄日常生活 走到哪裡拍到哪裡 街拍就好像說故事一樣 能夠記錄社會不同的面貌 另外我在拍照的時候都喜歡拍到街上的老人 這些老人每個動作舉手頭髒都可以反映社會最真實的一面 都有他們背後的故事 我在拍攝的時候借了太陽照射下來的光影 令到照片看起來更加有吸引力 而在拍攝過後 我都會把照片簡單調色 今天第一個地方給大家介紹就是土瓜灣 其實很多人在香港旅行都很喜歡去旺角 銅鑼灣這些地方 未必會來到土瓜灣 其實土瓜灣這個地方很適合Street Snap 這裡很多舊樓、唐樓 包含了一種舊的生活方式 而土瓜灣也沒有其他地區那麼商業化 令你可以慢慢欣賞沿途風景 感受居民日常生活 我會用16和24mm鏡頭 紀錄人民的生活 以及周圍的建築物 在構圖上我會盡量靠近一點 拍攝建築物的面貌 將人摸細一點 整個畫面就可以更有故事 Xperia 1 II Photopro 和Alpha相機的界面非常相似 可以手動控制ISO 快門速度和光圈 好像一部輕便的相機一樣 今天第二個地方要介紹的就是上環 這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舊式店舖 還有丁丁可以搭 這裡每條街都有本身的特色 亦是一份香港的懷舊 這裏一帶都可以見到很多貓貓狗狗 我們亦可以運用Animal Eye AF 幫牠們拍照 你開了這個功能之後 就會自動偵測動物的眼睛 準確對焦 第三個要介紹的就是中環 這裡是繁榮的商業區 人多車多 高樓大廈亦亦多 除了很多中西匯聚的景點之外 我最喜歡的是中環一個 這麼人來遊網的地方 紀錄香港人拼搏的一面 無論是穿西裝 還是推著木頭車 報紙檔 中環這個地方都反映到 很多香港繁榮的一面 在Xperia 1 II內 只有三種不同焦距鏡頭 分別是16mm、24mm、70mm 當我想將整個環境 拍到鏡頭裏面 我就會用16mm 而當我想拍Close-up的時候 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切換到70mm的鏡頭 對於我來說是相當方便 今天就帶了大家 去三個不同的地方 其實除了這三度 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發掘 只要細心留意身邊的事物 都會找到很多值得拍攝的題材 把你的照片放在Instagram 和加上TravelByXperia的Hashtag 和我們分享你城市的特色和文化 在一起的地方 我們分享一下 好,謝謝大家 請訂閱